如果你要问一句 把它放在今天这个一堆百瓦淡化价的时代 这颗96瓦还值不值得入手 从测试结果看 它依然是一台工程思路非常老派 但非常可靠的充电器 稳定 耐用 电流干净 只是体积和重量没有跟你去卷极限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把镜头对准苹果96瓦USB-C电源适配器 这是一颗陪着无数MacBook Pro战斗过的高功率老家 它没有淡化价 没有花哨的技术 却在大功率充电器里长期保持着非常稳定的口碑 这颗96瓦究竟是不是值得大家再入手 能不能hold住当下MacBook Pro和高端手机 它和如今一众百瓦淡化价又差在什么地方 兄弟们 准备好了吗 测试片开始了 今天这颗96瓦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大年郑哥提供的 他是做苹果配件真伪鉴定的行家 见过的假货比我们这里拆过的主控还多 所以这次的样机来源是100%可靠的原装国行的充电器 其实我自己也做过私欲鉴定 甚至开过某手平台的小店 那个时候每天都在对比不同版本的真假 苹果充电器 数据线 耳机 苹果原装的字体 喷码 模具 壳体工艺 这些细节我太熟了啊 所以外观这部分我们会按照以前的建立标准 贴上它的高清细节图供大家参考 然后进入后面的测试 烤机 效率和文波 进入充电器外观细节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重量啊 这个96瓦 净重是301克 充电器的尺寸 高度为80 这边的宽度也是80啊 厚度为28.5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完这个充电器的正品细节 我们就是要查看这个视频 采集它对手机充电的一个效果了 好多粉丝在评论区问 这些大功率的充电器 苹果手机能不能用 这肯定是可以用的 这就是充电器检测出来的协议啊 PD2.0点进去固定档位是 最高20伏4.7安94瓦 有15伏3安的 苹果手机就是可以用的 还有9伏3安 老款的苹果设备 一样的是可以用的啊 有协议支持的 手机只要是PD的 都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关于真假鉴定的话 大家还是去找大脸正哥 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 这部手机已经100个电了啊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炉 完整的充电时间是 1小时52分钟左右 我们看0到80的充电曲线炉就可以了 插上电几秒钟过后充开机 最高的峰值功率在35瓦 后面就是第一阶段的278瓦的功率 持续了10分钟时间 第二阶段21瓦功率 持续了11分钟时间 15瓦功率第三阶段7分钟 9瓦功率第四阶段8分钟时间 从0到80完整的充电时间在57分钟 这就是苹果标准的四阶段充电曲线 80%以后 苹果手机就会进入漫长的绝缘充电时间 给苹果手机充电的话 我们采集线采到 最高温度是23.4摄氏度 同时咱们用热像仪 在最高温度的时候 测出来是24.7摄氏度 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13度左右 充手机没有压力啊 看完它对手机充电的效果 我们现在就是来做烤机测试了啊 它的PD固定档是20伏4.7摄氏度 也就是94瓦的功率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过功率预值是多少 也就是拉它的极限功率啊 我们先启动20伏4.7摄氏度 然后逐渐的加大电流 往上面加一安 它就直接保护了啊 我们直接用20伏4.7摄氏度 来对它做烤机测试 兄弟们看一下 这个仪表还没有断开啊 真实功率还是94.95 也就是95瓦 我们看充电曲线图啊 一直足足的输出了 两小时零几分钟 还是老规矩 温度采集线采到那个温度 拉平了 我们就可以停了啊 采集线采到 这个壳体的温度 最高是50摄氏度 于是同时 用热像仪确认一下温度啊 采集线附近52摄氏度 另外一面的温度为53.3摄氏度 这个充电口附近 也是52摄氏度 测试的时候 咱们室内温度16度的样子啊 还是一如既往的 苹果的风格 非常的稳啊 温度也控制的很好 充电器三个面的温度 基本上是一致的 像这种空温的水平的话 在国产充电器里面 是很少很少见到的 前面烤机温度 只是结果 真正决定它 热不热的 是前面看不见的东西 也就是它把交流链 变成直流链的过程里 到底浪费了多少 接下来直接测试它在 110和220伏 两种输出下的转换效率 看看这款老款的96瓦 到底是靠什么 把温度压住的 首先是110伏的状态 经过十多分钟的测试 它的待机功耗 仅为0.08瓦 大家知道 这个是六年前的产品啊 这个待机功耗 都已经做了这个水平了 15瓦功率的时候 110伏输出17.8瓦 这边指流输出14.9瓦 则算转换效率84% 27瓦功率 110伏输出30.2瓦 这边指流输出26.5瓦 则算转换效率88% 45瓦功率 110伏输出50.5瓦 这边指流输出45.1瓦 则算转换效率89% 现在是60瓦功率啊 110伏输出68.7瓦 这边指流输出61.4瓦 则算转换效率也是89% 20伏4.7瓦最高功率的啊 110伏输出106.4瓦 这边指流输出95.5瓦 则算转换效率90% 这个时候功率运速已经到1了 现在是220伏50Hz的状态 这个待机功耗经过10多分钟的测试啊 大约就是0.09几 也算它0.1瓦吧 这个待机功耗也是很低的 15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17.9瓦 这边指流输出14.9瓦 则算转换效率83% 27瓦功率220伏输出30.1瓦 这边指流输出26.5瓦 则算转换效率88% 45瓦功率220伏输出49.5瓦 这边指流输出45.1瓦 则算转换效率91% 60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69.1瓦 这边指流输出61.4瓦 则算转换效率89% 20伏4.7瓦 最高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105.6瓦 这边指流输出95.5瓦 则算转换效率90% 刚才测的转换效率 它省不省电 基本已经有数了 但对很多设备来说 光有效率还不够 更关键的是 它给出来的电干不干净 接下来这一张 我们就上试播器 测试它的4个功率短位的 文波情况 看看这颗96瓦的电流质量 到底稳不稳 我们只测220伏的文波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这里没有 110伏的用电环境 如果测110伏的话 是从变频电源上面出来的电 我们220伏是直接用的试电 也就是说咱们的测试 尽量的贴近我们日常的生活 1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96.4毫浮 平均文波89.2毫浮左右 27瓦功率 文波最高60.4毫浮 平均文波56.6毫浮左右 45瓦功率 文波最高55.3毫浮 平均文波51.8毫浮左右 大家看这个文波 稳如直尺 这种波形 对我们手机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60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 54.1毫浮 平均文波51.5毫浮左右 25.4.7安 这是最高功率的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5.9毫浮 平均文波71.4毫浮左右 大家看这个波形 稳如泰山 这种波形 我测试了这么多充电器 除了苹果的以外 很少很少能看到这种的 这一轮测试下来 这颗苹果96瓦整体性格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总结之前 大家务必要知道 它是2019年 随着16英寸 MacBook Pro 一起推出的产品 那是一个 百瓦级充电器 刚开始普及 淡化家 还没有爆发的时代 首先是 稳定满功率 和低壳体温度 在20伏4.7安 满功率的工况下 连续拉载 两个小时功率不掉档 这一点非常关键 壳体温度 53.3摄氏度 这个温度 虽然不算低 但是它是 满功率连续输出 而且里面是 传统的硅器件架构 这个热表现 是稳妥的 很多充电器 参数好看 但是长时间满载 很容易降功率 这颗96瓦 更像是一台 长期的在线电源 不是给你充一下旧车 第二 是电能转换效率 调教很健康 110伏工况下 待机功耗 0.08瓦 最高的效率 90% 220伏工况 待机功耗 0.1瓦 效率的甜点区在 15伏3安 也就是45瓦 能到91% 满功率96瓦 反而比45瓦 稍微低一点点效率 这不是异常 而是工程上的 典型取舍 苹果更愿意 用一点点效率 去换稳定 和温控 和寿命 第三就是 SEEQLO输出的电流 很干净 在所有档位的文波 最高没有超过100毫伏 在1毫秒实际下 看这个全档位的波形 稳如泰山 贫如直尺 说明它在 控制输出 滤波 环路调教上 是偏保守 偏稳的风格 优先保证设备吃到的是 干净的电 给16PLUS充电 标准的四阶段充电曲线 过程 规矩 节奏 正常 在14摄氏度的环境下 可体温度 仅仅24.7 属于轻松工作的状态 如果你要问一句 把它放在今天这个 一堆百瓦淡化价的时代 这颗96瓦 还值不值得入手 从测试结果看 它依然是一台 工程思路非常老派 但非常可靠的充电器 稳定 耐用 电流干净 只是体积和重量 没有跟你去卷极限 测试为了了解 猜社会真相 认真车载客观叔叔 我是灵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由你们的陪伴 才由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